糖码大家应该都见了很多了 今天打算做一个唐代风格的这种牛 先画一下 然后打批 这个粗批的时候忘记拍了 这已经是中批了 这个大概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料子是和田且木的这种糖料 我们再精修一下就可以开始抛光了 抛光没有拍 打开形状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给顾客做一颗超大的回纹桌 其实这块料子 如果做挂件的话 都能做很大一个 但是无可任性 我们先切一下大概形 然后就可以用刹轮片一点点的修了 这种料子没有办法用套筒 只能一点点的 画一下定位点 倒一下脚 中间这条线很重要 千万不要磨掉 两头的十字叉是用来打孔的净准线 这样子我们打出来的眼会非常的正 然后我们上横机简单修一下 就可以画线 然后开始雕了 大概的把线画一下 就可以开始雕刻了 大概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精修一下 就可以去曝光了 曝光的时间比较久 后续有机会再发吧 这个地方是涵地的 然后我们已经来看了 这就看到这个东西 点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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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